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执行玉里镇大雨提防改善工程 不过农民向玉里镇民代表会的代表 吴新闻反映说这个排水系统不良 排水口太少而且太小 会造成农民的耕地积水 影响到农民112年二期水稻种植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执行玉里镇大雨提防改善工程 不过有农民向玉里镇民代表吴新闻反映说 这个排水系统不良 排水口太小并且造成农民的耕地积水 影响到了112年二期水稻的种植 那另外那农民的反映 就是它这个防汛沟的设计的时候 并没有给相关的农田的这个排水留有缺口 或者纵使有留缺口也太小 不符原来的设计 那把这个排水的缺口越缩越小 那是不是现在看起来 已经造成农民实质的损害 也就是说现在有好几个田块 全部都是积水的 那这个积水因为这个排水设计的不良 那造成整个农民的耕作是完全受影响 而且到现在二期稻作已经过了一半了 完全没有办法插秧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相关的单位 能够协助处理 玉里镇大雨地区农民反映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在玉里镇秀户软西 大雨堤段的改善工程施工之后 防汛的排水沟区变小了 各田区排水口数量不足 附近的农田排水不良 高的里头 现在它回泉石回泉石头 要请人来打田都没有人要来打 这个要怎么办 它不处理 一拖再拖 拖到我们农作物的苗都过去 这要怎么处理 像我这个水田啊 之前还没有开动工的时候 我本身就有排水果了 今天动好了 他们做好了排水果没有了 你看水还那么深啊 我变成我在这里小孩子游泳啊 大雨地区农民 向玉里镇民代表无新闻 以及大雨里长孔庆军反映 第九河川局在今年1月30号到8月27号 在玉里镇秀户软西的大雨提段 执行构造物维修改善的工程 包含了河堤防汛以及栽种的工程 因为排水系统不良 排水口太少并且也太小 造成农地积水不退 影响到了农民的二级倒作种植 吴新闻表示 会后会在跟玉里镇公所进行讨论 记者高松双与正前方暴动